再来看一下我使用Notion来整理的 109到113年大学繁星推荐第一类到第七类学群的录取标准 这样的资料库怎么样来使用它 找到这个连结之后呢 这里我有提供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直接打开完整的列表 那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把它放在使用说明的页面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做查询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第一种方式载住的时候呢 它会稍微需要一点点时间 就会像这样的画面 如果您找到的是有说明的 就是会有一个使用说明的简单介绍 然后呢在下方这边了解了使用说明之后 一样可以在下面这里使用它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实际操作看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上方这边 这里呢有三种不同的检视方式 一个呢是依照年度学校细手台序 第二个呢是直接照学校的方式分组 好就是左手边这边呢会有不同的学校的代码 那学校代码的部分呢在上方这里 我有列出来 哪一个代码它所代表的学校是哪一个 好您可以像这样用折抵的方式开它 那第三个呢这个就是我最原始的资料 就包含所有的栏位 那因为它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您选到最下方之后 您会发现在这里呢 还可以有一个移动的一个水平的选择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点到第一个之后呢 您可以先滑鼠滑到右上角这里 当你滑到这边之后呢 它上面会出现筛选排序跟搜寻的选项 如果您要筛选您就可以按一下这边 您会发现呢下方这边我已经先预设好几个 我们比较常用的筛选的条件 如果呢您觉得不够的就可以从这里再把它加进来 针对这个年度的部分来跟大家说明 年度的部分呢它可以透过这里有运转的方式 您可以选择等于大于小于或者是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好那预设呢我这边是大于等于109 也就是您109到113学年的都会找到 那第二个呢在学校的名称部分您可以直接勾选 您想要查看的是哪一所学校 那这个时候呢这两所学校的内容就会出现在下面这边 那么因为我这边使用的是说明页面的版本 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这个内容还没有完整选之外 你就按load mode 它就会继续把其他的资料内容把它显示出来 好所以像这样不够的我们再把它增加进来 那这样的好处是您所看到的载入资料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这是我们刚看到学校的筛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筛选完这边 您若不要的就可以把它清除 那接着呢看看校系名称的部分 您把它打开之后直接输入关键字就可以了 例如您想要找中国文学 您只要打局部的关键字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找到有关于中国文学相关的科系的资料 就一定列出了那这些筛选条件呢都可以加在一起 好所以如果您只想要找台大的或台湿大的 你把这两个勾起来那么就只有这两所学校会秀出了 然而使用这些筛选的条件也可以直接用右上角这个搜寻 直接打上关键字 打上之后 这边现在有一个你在按load mode 就可以把其他学校的内容 给同步都载入进来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方便去做这些比较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大家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整理不同年度 大学繁星推荐各校录取标准的比较 比较不用在一个一个学校 不同年度各自找 这样真的可以省下许多的时间 再见